好,那我们开始啊,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能到我们周四的直播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因为最近啊,就是我们说一年两年了 就是大家总是对这个ID的形式好像不明了 就在这个现在这个ID时代呢 又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又是各个大厂裁员 大家看了最近这个英特尔,是吧 要裁员一万国 虽然这个确实还在裁员 虽然他们都是芯片的制造公司了 但是呢,对大家还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吧,还在裁员 那么一个是,就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在当前的形式下面 我们还有机会没有,我们做IT还有机会没有 那哪些是当职的职业方向啊,和职位 那机会和薪酬怎么样,是吧 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啊 就是到底我们该怎么来选择 其实在这个时代啊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就是选择 我们必须不停的选择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才 我们必须跟时代同进退 是吧,只能往前进,不能退 但我这觉得人工智能 可能是不是这个泡沫会点下来啊 等这个气泄了之后会不会就趋于这个瓶颈啊 就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个泡沫 我不认为它会崩,它会饱 但是它会趋于瓶颈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现在我们说做人工智能它是封口之位啊 所以说我就说我今天想给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就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做IT做科技 职业方向是什么 职位是什么 是吧 机会和薪酬是什么 那么我先,这是我下面列的大概一个主题啊 其实就这一页字 就这一页PPT 其实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一个是IT和科技当前的形式怎么样 财源依旧吗 哎,财源还在依旧吧 就是我们说从这个以前的从这种科技大厂 从这种就是这种软件的科技大厂 互联网的科技大厂 然后呢,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就是这个联一啊 就是这个巨大的这个震荡啊 这个联一还在往下走 那么最近又传来这个 比如两个这个芯片制造商 他们都在财源 这可都是巨无霸呀 财源的人数也不少啊 一万五千人 一万三千人 全球范围内 哎,这还是这个趋势还在啊 就是财源趋势 只是它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 软件公司 软件公司呀 互联网公司 慢慢慢慢延展 向下又延展了 那么现在我们说 这个芯片这个企业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啊 大家看看这个NVIDIA 这是赚的盆满钵嘛 在今年它涨了一百 将近一百四嘛 它整个在它的整个生涯中 涨了百分之三千 百分之三千 这样你想想 所以说 我有朋友在这个NVIDIA 现在都无薪工作了 不是说它们这个股票轰涨 它们这个欢天洗地的 把这个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不是的 对它们来说现在不想再工作了 因为它们卖掉股票呢 他们就像我那我认识的两个朋友 它卖掉股票就有百万以上的这个收益了 就就完全可以躺平了嘛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积累啊 包括它的房产啊等等的 是吧 所以这就是这个NVIDIA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震撼 那包括那个黄仁勋 它也在不停地兑现嘛 其实人做事业 对不对 开创未来 其实就是为了收益嘛 那么你像黄仁勋也是这样 他就是套现了很多股票 对不对 套大那个套现 其实在这之前 我有朋友啊 在国内也就参加黄仁勋 因为黄仁勋在国内有很多资产 也有很多资产 其实也是他有他的苦恼啊 这些资产怎么才能真正落袋为安嘛 怎么来出来 从那个国内出来到海外放到他口袋里 那时候他对这些资产还是耿耿于怀的 对吧 那现在我想这个NVIDIA这次这个暴涨啊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时代 这个大炮炮吹起来之后 那这个黄仁勋我想 他的这个资产 他先到时候看到 他在位居世界前几十几了啊 他的资产 那么是不是他不太在意这个国内那点资产了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毛毛鱼吧 现在对这个 那点资产 对黄仁勋现在的身价 那就是毛毛鱼 但是资产就是资产是吧 所以说我就是那当前的形势怎么样 当前的形势啊 我觉得在我看来 是形势真的是在往起走 在往起走 特别是你看这个 因为我的这个圈子很广 我的这个内容很广广 包括这个微软啊 微软在西雅图 在西雅图就我那个团队 在西雅图 就现在在西雅图的 至少还有20多人呢 还在微软呢 是吧 他们专门有一个微信群 有一次说要把我拉进去 我说你别把我拉进去 我拉进去说什么的 对不对 那是以前我的团队吗 那么他还在微软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些消息 那微软现在慢慢慢慢 这个开始这个 就是我们开始扭转了 对吧 他通过前一段的裁员 现在开始慢慢慢慢的恢复 恢复他的这个校招 包括社招都开始恢复了 包括谷歌啊 谷歌也是这样的 都在恢复 Amazon 都在慢慢的恢复 他的校招和这个社招 他已经是这样的状态 包括苹果啊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发街的那些量化公司 虽然现在应聘的人很多啊 就是他每年可能是几万 十几万的这个典例啊 包括这个 实习啊 包括这个社招和校招 但是他的这个招聘的人数 还在增长 那么所以说这个形势向好的时候 那前面就是前面 我都那个就是一个联谊啊 整个这个对这个疫情啊 整个疫情对这个 科技领域的冲击啊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对科技领域的冲击啊 还有这个联谊在往下走呢 那现在 芯片行业 芯片的这种大厂就开始裁员了 是吧 那你说 他这个裁员 AMD的裁员 是因为他这个业绩 它是非常好的 他只是来优化 他的这个整个的战略 和优化他的生产力 那么 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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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英特尔 他的裁员是因为 他真的业绩不好 他的整个的战略 包括他的这个产品啊 等等等等 他要裁员 他要进行重组 那么NVIDIA 同样是芯片制造公司 GPT 是吧 他这个基于人工智能 他的芯片制造商 他是算本盆满钵嘛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 那现在整体的这个科技形式 ID形式 还真的 一直在向好 那么 这是一个方面啊 为什么我们说裁员 就是当天的形式的这种 这种延展 就前一两年 我们说这个裁员 是跟这个疫情期间 他大量的招聘有关系 了解吗 他那个大量的就是 他就是 疫情期间 美国政府呀 各国政府都释放了 大量的这种投资嘛 对不对 害怕经济走向衰退嘛 那么真正吸金呢 还是这种科技企业 那种科技大厂 你放了再多的这种 这个资金到社会上 刺激大家消费 真正这些钱 大多数还让这个 这种科技公司给吸跑了 所以他有了钱 而且拉起了他的市值 所以他就来扩张嘛 他就来开始跑嘛 全地陪我招留招多两个人 这就也形成了一个病毒两重天啊 大家 就在最近这一段 有不少家长用过联系 就是他们很苦恼 就是孩子 比如在北美 在美国 毕业了找不到工作 在加拿大 毕业了找不到工作 非常苦恼啊 一个是在美国 如果找不到工作 有深恨的问题 OPT 如果OPT 90天 要不你得离境 要不你再去 继续上学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学的都是计算机科学相关的 但是找不到工作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将往前推两年之前 在这个疫情期间 哎呀 你是什么样的人 是吧 那个你学一学 我那时候转码 风声很盛码 大家都转码转码 因为那个时候 或者在疫情更早一些 那时候你转码 那时候赶上企业的 规模的招聘 那时候 那时候你拿到这个职位 就非常方便 很容易就加入到企业了 你如果在 就贴职地利 你比如你就在西雅图 你就在硅谷 那么很可能 你还能加入这种大厂 是吧 那么现在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我就说 科技形式 它经过前一段的调整 在向好 在往上走 那么这还有一个冲击 就是我说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冲击 人工智能 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 我给大家说的 一个非常明细的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读 它的论文 我自己读不懂 我自己读不懂 但是呢 我可以去让 就是YouTube 有人家读 我去学习 人家读 我理解 其实像这个 就是 就是Transformer 就是所谓的Transformer 这种深度学习 这种深度学习 这种注意力机制 这种体系 实际上就是在 谷歌的研究院 六七个人 他们写的一篇论文 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个实验室 环境下的 它完完全全是在 一个实验环境下 一个产物 远远还不到 对吧 这个商业化的一个程度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 OpenEye的这个 奥特曼 奥特曼 它这个 比较能 这个 心有多大 地有 这个 地有多大产 它就把这个 推向这个商用了 再加上这种大厂量 像微软 巨多的投入 因为 像这种Transformer 这种大语言模型 它是非常烧钱的 非常烧钱的 对不对 以前训练一次 大概要几百万 一百骚了 那么现在训练一次 要几千万一百骚了 一般是根本烧不起的 根本烧不起的 那么就是因为 有这种大厂 特别是微软 在后面的这种 推波助软 让这个 现在就 吸入到 突然这种大模型 大语言模型 走向商用 而真正的 当人们真正的 开始冷静的 来看看这个体系的时候 发现它不是那样 不如我们所设想的 想象的 真的我们跨入到一个 就是我们人工智能 无所不能的时代 再别说到 这个通用人工智能 那还遥远的 遥不可及了 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常常给大家说 蔡的GP 真正能实现 这种专业的支持 是非常有限的 它可以做一些 辅助性的支持 你比如它给你 回答一些 最简单的问题 等等等等 你可以做参考 或者做一些 翻译类型的工作 或者是那种 Generative AI 等等等等 那样的一些内容 产生一些 微量等等等等 但是它真正能到 主集性的 专业的应用 还远得很 它本来只是 居于一个实验室 环境下面的 一个研究的一个项 人家写了 那么六页子的论文 结果通过这样的 一个炒作 就让它 突然盖地的 就把我们 整个全世界都叫动了 这里面有 一个是疫情之后 需要新的这种 我说的这种 incentive 这种触发的这种 这种动力 就让整个科技行业 因为裁员之后 科技行业要呆等起来 还有一个 就是大产之间的 那种竞争 包括微软和谷歌之间 所以又产生了 我们现在 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那现在我看到的 就是两个元造成 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大家慢慢慢慢 现在也平息下来了 就对人工智能 就现在的人工智能 现状 到底它对我们 这个社会 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越来越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是吧 我也给大家 说过一个视频 就是在 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干所有的事情 当我真正的开始研究它 然后开始使用它 等等等等 我发现它干的事情 极度的有限 而且有时候 它不但不能给你干事情 而且它给你是适得其法 了解吧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样 但是就在今天 把这个ChadGDP当机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销售当机了 但是也影响了 几百万人的使用 就全球范围内 总有那么几百万人 在使用ChadGDP 比如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你比如让它summarize 你把这个文章 给它summarize一下 或者你做翻译的 你让你把这个文章 给它做一个翻译 然后你在上面做修版 那么现在这样一款应用 其实也就是辅助性应用 全球范围内 影响的大概有 一二百万用户 据说也许还是夸大的 那么就是open ad的当机 实际上真实的环境 是下是什么呢 open ad已经巨亏50亿了 巨亏50亿USD 我现在也在设想 就现在这个时代 就刚才我现在说的是 当前的这个环境 当前这个形式 很多这种东西 交织在一起 确实对我们这个行业 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种punch 大家了解吗 像因为人工智能 现在就像我们 现在所掌握的这种体系 包括这种算法 还有那个就是我在 为什么 我就说我们那个 就是看看那个 谷歌最原始的 他们那几个人写的 那个论文 他当时训练集的数据量 是有限的 因为他不可能花 几百万USD 上千万USD 去训练 那个数据集变化了 他训练的结果都不一样 数据集的数量变化了 他训练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当时在一个实验室环境下的 一个论文 他经过这种炒作 还有这种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像这个奥特版 这种无所顾及 就还有这种巨量的 这种资本的这种支持 和打赏之间的角力 这是又一个 搅动了我们全球的 这个科技领域 等等 是这个震荡 但大家一下子就迷茫了 就困惑了 那现在这个就是个人工智能 虽然你看最近的这个股市 我是每天都会去看看股市的 然后我也来看看这个股评了什么的 我是看到那个 看那个具体的 我不是看个人的 就是一些 这个YouTube上 我是不看他们的 然后那个 我去看一看 就是其实 现在人们对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 他到底能干什么事情 其实大家慢慢越来越清晰了 那些老大 科技领袖们 他难道不清晰吗 清晰得很 只是大家在这个 这是一个风口 因为吹起来了 这个台风已经刮起来了 就是你自觉的 不自觉的 你愿意还是迫不得已 都得搭上这个风口 包括谷歌 一样的 都得踏不到这个风口上面 是吧 知道这个 这是一个大的风口 就是一个大的炮 或者不靠 实际上很多这样的 就现在人工智能 远远还不到 很多很多 还不到真正的商用 这个状态下 依然 来这个 推波助来 就是这样 包括微软 包括谷歌 包括等等等等 苹果相对冷静一些 我觉得Amazon都相对冷静一些 你看看 麦塔 小扎 对他的访谈 你看 我最近看那个 黄连勋 跟小扎的对话 小扎对这个 人工智能 就非常的冷静 对吧 他就没有一块 跟着吹炮了 对吧 所以说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两个公司 微软 和那个 谷歌 谷歌是不得不带进去 因为 微软打击 就他们之间 PK的对象 就是对 B search 就是他的设置 引擎 等等等等 还有这个 谷歌的这个 人工智能的霸主地位 对他进行挑战 所以说 这是主要 那这两个大巨头之间 再加上 Okenline走上前端 是吧 来 来推波助澜 自然就带来了 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样一个大的风潮 那么现在 现在大家慢慢 平息下来了 那么人工智能 也带来了 一个巨大的泡沫 这个消息是我从 我们刘老师那儿得到的 他告诉我 就在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热潮下面 大概全球范围内 就这一年多 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共是3300亿 US dollar的这种风投 投入到人工智能 这个领域 还有一个 大概有26000家 创初创公司 都是做人工智能的 都是做这种模型 大圆模型的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烧钱的 这样一个烧钱的 这个方向 而且极其不稳定的方向 没有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 而且呢 现在我们 你比如现在 即使你既然 你把它商化了 既然你把它 推出商用了 你比如拆的GDP 其实我们现在 人们又开始研究 拆的GDP 到底它是怎么 采用这样的结果 我们抓得住 我们无法控制它 对吧 完全是失控的 就是无法对 人工智能 行控制 所以它里面 这个人工智能 就谈到了 一个是有毒的 一个是有毒的 就是 或者是有害的 就是 现在我们人类 无法控制它 这个东西 对吧 大家了解 这一点就行 所以说 人工智能 这是典型的一个泡沫 那么330亿的投资 2.6亿的 这个 初创公司 现在已经倒闭了 80%了 80%已经倒闭了 现在还在迅速的倒闭 因为这是极其烧钱的 一个行业 那我就说 就像这样的风头 这样的一个风口 推动 推动起来之后 它往往是超出我们控制的 了解吧 我们一个人 一个个体 或者一个政府 一个社会 一家公司 是无法控制的 它就像一个台风来了 我们都是跟着它飞 是吧 都是一样的 都想飞得更高 知道 是台风 是吧 那希望 这只飞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也很想到 哪天台风突然停了 我们会帅死 对吧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 人工智能 这个泡沫 它的破灭 不是那蹦就爆了 该报的还在 都已经爆了 比如呢 2.6亿的冲创公司 80%已经倒闭了 对吧 一般半年 一年就倒闭了 烧不起啊 那么我觉得这些 打场真正的 一样微软谷歌 包括这个欧空爱 它要落地 真正的就像一个气球 一样 可能最后拼了 就是这个热劲 就冷却了 大家嘻嘻哈一笑 就是当年 怎么那一年多的时间 有这样一个风潮 大家只是一笑 当然了 像这样的一个泡沫 也确实推动了 整个科技的发展 技术发展 也推动了 整个人才 人才的那种 也养育了 也培育出更多的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因为人工智能 整体的 肯定我们要更多的人工智能时代 是吧 只是不能那些打越近 吹泡泡 是吧 我们希望真正的人工智能 我们在一个 真正科学的技术 人工智能的体系 算法等等 还有那些框架呀 模式 还有它的整整 都达到那个地方 真正能达到 商量的时候推出来 而不是这种 这种靠默 或者有的是欺骗 就是骗局 对吧 好了 那我说 现在这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对企业有影响 对我们个人都是有影响的 你比如我们说 由这种巨头 掀起来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热潮 你比如就在本地的一家银行 银行 就在本地的一家银行 那他们 像他们的银行 你说这个人工智能 就成了这个银行的一个KPI 就他们IT部门的一个KPI 至上而下的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IT项目交付的时候 你有多少使用的人工智能 你有多少使用的人工智能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各个厂多人更知道 这个我们要冷静一点 不能这么过热 我们叫它 这个气球要落地 不要包 但是你像这种企业 它都是企业是人来管理运维的 对不对 都是为了自己的业绩 都是为了自己的VC 背里面的人都看到自己 所以都要会赶上这个风头 对不对 那么就于企业IT部门的老大 他为了在这个 也许在他的整个企业的一个 在这个team里面 来展示自己 人工智能 他要更多的引三腿 是吧 激励 所以他也把这个人工智能 作为KPI 从智商而下 整理他的这个IT部门 也要你要有多少写文档 要有多少是人工智能写的 然后你这个code 是多少人工智能实现的 我都笑了 这个显然这都是一些人 不是为了自己 对不对 为了自己的KPI 为了让自己增加自己的 这种visibility 然后在这个 就是在整个企业的 这个领导团队里面 对吧 等等 那当然了 你能可以拿到多多的资金吗 你可以扩大自己的团队吗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那些有一家公司 现在叫人工智能 叫人工智能 接触这个人工智能的热潮 要招我200个人 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消息 要招我200个人工智能的人才 我就纳闷了 我说人工智能是啥人才啊 你要招200个 是吧 我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一消息 就是本地的一家 这个也是国际化的一家 大的银房 要招200个人工智能的人才 要这200个人工智能的人才 要实现他们企业的 促进他们企业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这好奇 你200个这样的人 像微软 就像郭康爱在微软的 这个作为他的这个 大树下面 它烧了 已经巨亏50亿 USD了 现在还在巨亏 这是个无底洞啊 我觉得微软也不能 也烧不了多久 对不对 虽然它 其实中国这种人工智能 那种炒作 让微软从股市上 各方面都很大的回报 但你只这样烧下去 那可是震惊白银 已经烧的 巨亏50亿了 对不对 Raven就有十几亿 巨亏50亿 那么你像这样一家银行 我的老天 我说你能亏得起50亿吗 你公司倒闭了 你银行倒闭了 你这个至上而上的 这个领导人 是怎么想的 真正了解 人物智能的现状吗 真正了解人工 你去听听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去听听 人家跟你讲的那个论文 就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能知道 其实这个 五六页子的论文 产生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平台 一个什么大模型 它真正能给你带来什么 很快就把你的 你200个人 你要花多少钱呢 而这200个人 到你们行业 你怎么来使用它 你做什么样的人工程 难道你也去做打模型吗 能烧得起吗 对不对 能烧得起吗 所以说 我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 你从个人到企业 甚至非常知名的企业 而且百行百业 我们都在这个 风口下面 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我也受到巨大的冲击 开始我有兴奋 我开始冷静的去看它 我开始试它 然后我觉得不太对劲 我一个是买微软的license 后来我就 到现在 前两个月 我就开始 去看看它 报论的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然后很好 我就见大家去听听 优旧的事 人家专门讲那论文的 对吧 我看不懂 但是我能听人家讲 至少我能有一些感觉 我觉得 你就能慢慢认清到 哎呀 这都是一些泡沫 这是时代伴送给我们的 也是送给我们的这个时代产生的 这是一个现实 就是很多这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对我们的这个IT的从业 IT的发展 对我们个人对IT的认知 都采用重大的冲击 那你像我是在 深泡在其中的 对不对 我深泡在其中的 微软的dynamics 365 255 255 云计算 是吧 你看我们的老师 刘老师也是做这个 现在做打工型 视觉 是世界最顶级的 number one 第一的 他们的基石 我至少还能 接触到这样的体系 那之外的人 之外的人们 之外或者那种 想要去做IT的 以前对IT充满了向往的 那些人们呢 在这样一个大的 一个冲击之下 是不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现在在威门敏周围的人 IT没戏了 你看那连黄真勋都说 这个也是 我去看他的这个采访 都说 CIS 我以前建议大家都学CIS 但是现在不用学了 这些人工智能都来了 不用再学CIS了 这是黄真勋说的 我就觉得 这真有意思 真是黄大仙 因为你已经忘了 所以了 就是我觉得人 我们都是一个人 人都有个弱点 都是脆弱的 他再这么伟大的英雄 他还是个人 当这种台风 太猛烈的时候 都在这个挂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忘了所以了 已经忘了所以了 就是已经让自己 他说的话 让自己都觉得是圣旨了 了解吧 自己就是IT领袖 高高在上 对吧 你想那个 我就这个也让我想起来 就Steve Jobs 就是我们说苹果 创始人 很了不起 伟大的这个IT英雄 当时他得了 这个一线癌的时候 当时我就在想这样 人都是一样 人其实都很脆弱 不论你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是个人 你逃脱不了 人的特点 特性和属性 那么Steve Jobs 就是这样 他当时得了 这个一线癌 对不对 而且那个一线癌 大家都知道是癌亡 是非常快的 但是当时医生检查完之后 医生都哭了 因为他是一个IT英雄 一个人才 他如果能在这个社会上 生存下来 确实能给社会来 更大的贡献 都击中了 哭了 因为那是很显见的 这个一线癌 是可以控制的 一种线癌 然后医生 就是不性和晚性 是他是可控的一线癌 那么像在斯蒂文 这样的一个 当时的医疗乔治 在他这样的财力之下 比方上 生命可以延续 很久很久 对吧 但是呢 斯蒂文 他是一个大英雄 他是那种领袖 到哪都是那种 下面能仰望 他炙热的眼光 是吧 他就高高在上了 他就没 我能抗癌 我自己能抗癌 我用我的意志来抗癌 对不对 用我自己的设想去抗癌 就即使这样 整整让他耽误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 直到他这个生命 就当整个不行了 错过了 那个治疗 癌症的最佳时期 我就说 你看 他作为他一个人 他最应该理性 最应该明智吧 不会的 往往就是当 万众瞩目他的时候 他真的 他就失去了 他就失去了理性了 他就脑袋热了 发热了 对吧 所以这个你就看到 你像有的人 他说话是有 是走心的 你比如 比如黄仁勋 他就说 他和我讲 他是脑袋发热 现在很多那种 就是我们说打嘴 很多打嘴 到一定程度 就是打嘴了 什么到人 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打嘴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追随所多了去 你说这话 几千万人追随你 所以说人要思考 人要有理性 我们是要 他妈是生活的 对吧 我们要找到 自己的职业方向 我们要开放 自己的事业的 我们不能 被那种忽悠 他都不认为 他在忽悠 他自己都信了 你知道吗 他自己说 CS不需要了 他自己都信了 就像李延宏说 会说话 就能编程 你说这句话 说的没错 是吧 你编程序 就是写几个扣的 对不对 李延宏 也没有说 你不能 你会说话 就能当程序员 你就能装软件工程师 对吧 你说这个 他说这句话 它是有务必性 他脑袋没有热到那种程度 就是说 CS都不需要了 所以说 你想 我说了这些东西 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对大家 对普通的达众 是什么样 一个巨大的影响 那我在这儿 就会看到 太过太多困惑 父母来问 该学什么职业方向的 然后现在 毕业了 就临时的这个 找不到工作 比如这个 CS 包括就开发 或者开发下来了 临时找不到工作 抑郁了 哇塞 每天 每天已经提起精神了 觉得没有前途了 完蛋了 这个行业 对不对 好了 这都是我今天 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 对吧 为什么 我想给大家 我们都是有大脑的 我们都是有理性的 我们是轻泡在里面的 我们是一点点 把涉出来的 知道吗 我们是一点点 把涉取出来 就像我们是种田者 而那个人在这个 比如在那个 就在加拿大的农业部 高高在上 从来就没有在 摸过锄头的 开过农用机械的 他来告诉你这个 你当一个农民 怎么播种 对吗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那么好了 我觉得 这就是人工智能 是个泡沫 严重一点 这里面有欺骗的成分在里头 有的人他心里清楚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泡沫吹成这样 像沃通爱的那种 他知道他为什么要 他心里很清楚 就是这一块应用 拆的GDP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真的能在我们控制下面 真正能带来真正有价值吗 像他所渲染的那样 有价值的一个用戏吗 能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时代 向前推进吗 对不对 能像他所说的那样 向前推进 所以说 其实都很明晰 对吧 只是 只是他可以 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 是吧 让我们来 让一般的这种 其实你看嘛 刚才说到的银行 压子 办那么大的企业 也是这样的 也要赶上这个热潮 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考虑的 一定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要从 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非常简单 不管你是什么 我们要在风口上 我们要踏上时代的埋伏 我们要找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专业的工作 而且这个是工作 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回报 和好的未来 是吧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两个 我就给自己刚好放在这 那刻意发展的趋势 和这个发展方向的趋势是什么 其实我们冷静下来 我们冷静下来 其实这个科技还是要正常的 按照它的轨道 按照它这个客观规律 轨道来向前发展的 我说这个现在的科技发展 就像那个加速度一样 你知道吧 你像我们人走到今天 也就几百年 我们的就从这个到这个工业革命到现在 是吧 那就像一个加速度一样 就从一个球 从一个高度增强 它们这个可以发展 就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它也需要有规律 对不对 它可能像光速一样 对吧 那么我们回归理性的 我常常还说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有几个大的变革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是互联网时代 还真带着大的变革 对不对 移动时代 移动再加上互联网时代 那另外一个大的变革 其实我对大家说 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云基算带来的 和大数据带来的 云基算和大数据 因为当我们现在的科技时代 越来越丰富了 你想只有互联网时代 再加上我们的这种移动 各种这种device 成为一个球体的时候 对不对 才给我们带来如此大量的数据 那有了这样的数据 那只有云基算 我们才有真正的能力 来处理来存储 这样的数据 有了这样的数据 我们才真正能够带来 这种人工智能 那其实我们说 还是我看到 云基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还在里面 但是它是一个平稳的 一个正常的 向上发展的一个进场 而不是现在向上吹泡泡 然后这种草作 甚至有些方面还是欺骗 只叫一个进场 其实我们社会 还会回归理性 只是这个处境 这次吹一个 确实让人工智能 又往前扩展了一点 对吧 也让社会整体 看到的人工智能 带来的这种变化都不一样 那么我还是强调 就是云基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而且我还是说 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都是要给这个社会 是要提高这个生产效率 要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 对于社会来说 对于国家来说 国家的统治 社会的治理 包括企业 运营它的这种业务体系 其实我们还是 我说的是这种数字化 就是数字化体系 就是数字化体系 我们其实大家都 可能就是线上的这个朋友们 未必了解数字化体系 到底是啥呀 你天天数字化体系 对不对 到底啥是数字化体系 其实数字化体系呀 其实我常常这样跟他说 你看很多这种网上说的 那么多 在天花乱坠 有那种教条的 一条条列手 其实就是你的业务体系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 不是我们说现在大原模型 它是正常状态下的 就是我们说 继续学习人工智能 对不对 一种这个体系下面的 你的系统 是基于这个体系 创建起来的 它就是数字化体系 这是我看到 其实广义上来说 我们什么都可以 把它放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这个数字化时代 是一个三天数地的 一个生态环境的不一样 对于没有经历 对于我的朋友们 你很难想象 就是你说同样的IT系统 你比如我企业 在我的这个 我在我的服务器上 你安装相应的 这个操作系统 安装相应的这个平台 框架 然后在上面创建我的系统 有什么样 对于救护来说 我一样 使用这个IT系统 对你那个使用的 在这个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下 你所思维的这种 这种 数字化系统 有什么不一样 天然之别 天然之别 其实我常常这样说 这就等于你一个是在地球上 一个是在火星上 那么大的区别 好了 我们那看看吧 就是我想这个 就是一个是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 真的是时代的脉搏 我再一次说 是脉搏 是脉搏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 大家 你看我们是在海外 你可以到国内 国内都是数字化 你像我们刘老师在国内 就是一个数字化研究院 很大 很大的一个数字化研究院的 就副院长嘛 叫数字化研究院 那么你可以看看 什么都是数字化 数字化 这个逃避不掉的 什么都是数字化 所以那 在这个体系下 对个人来说 其实非常有的示威 就是我们说 你像这个数字化体系 你像微软 在这个是数字化 这个体系下 这个老大 Dominate 那在这个体系下面 比如微软的Power Platform 因为我老说这个 我就不想再提 好像我不停地promote 就是微软 还promote我们 但是呢 它是事实 比如微软的Dynamic 365 Power Platform Office 365 基于Azure 那基于这个体系下 你可以设想 企业可以在上面 搭建你任何的业务体系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可以搭建你任何的业务体系 在这下面 那么在这个体系下面 有很多很多职位 以前那数字化转型 我就说 在十年之前 我们根本不够 在做数字化转型 那时候我们也在 盘数字化转型 你到CIO的办公室 他们都在盘 墙上挂不住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做不到的 现在是实实在在的 数字化转型 企业都在进行 数字化转型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如果你在加拿大 你看那个加拿大政府 鼓励 你的这个中小型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 它给你补贴的 了解吧 我看它那个数字化转型 你这个只要是你的这个 这个revenue在50万加币之上 你就可以招集到两个 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人才 是吧 然后呢 你随着你企业的规模增加 然后它给你不停的堵贴呢 这就是这就是数字化转型 其实你不可避免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既不是风口 也不是泡沫 既不是那种泡沫 也不是操作 它就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的事情 就没有不用这个犹豫啊 不用去去怀疑它 它就实实在在发生的 没有人去操作了 它真的就在那发生 对吧 这是个非常 这是这个 在这个体系下 你想想大家 我这个像这种话 我都说了很多字了 万万亿啊 USDollar 就在企业里面前面几十年 在IT系统下面 投入了万万亿 我们叫Legacy系统的投资 现在这些系统 百分之八九十都要 上赛的都要退伍了 都要在这个数字化体系下面来实现 就原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下面来实现 这是多大的一个产业啊 这具多大的一个风潮啊 这远远比人工智能 就现在比这个泡沫要大了 比人工智能吹的泡沫 这个产业还要大 万万亿 我觉得很多万万亿啊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视频 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啊 就在这个 就在最近这个状态下 对大家的刺激 很多人我就觉得看到 很多新交 我看什么这个油管啊 看这个小红书啊 哎呀 我觉得那些人都是片面 极极片面的 我到时候还得说一个视频 就是这种片面和误导 太片面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时代嘛 你可以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对吧 成本极低 但是这些人都会受影响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油管呢 说那个去访问他 是这个清华的 在澳洲 在澳洲的一个电讯公司做工作 然后问他怎么去转 这个能做IT 他那种建议 简直是 哎呀 我听了真的 我说你这要误导多少人呢 我幸亏他的点击量不大 但是 他这个先给自己一个牌子挂在那 他真的能误导很多很多人啊 我就觉得 哎呀 这我只是举了个例子啊 就是这种极其片面的 这种 就是自己的见识啊 极其的狭爱 我跟你说 你很多人 这不怪个人 就是你在一个 在一个企业里面 在某个方向里做下去 每个人 你想这个世界 是个世界啊 但是他在他的陆地上 走过来的时候 他的见识就那么大 那从他的那个 走到那条线上 就是地球是个球 他走了一条线 从那条线上给你们建议 准确嘛 那是多么的狭隘啊 就是世界上是 就是整个外物 比如沙滩上的沙利 他只见到了一个沙利 他来建议 给你来建议 可信吗 要以他为参考 那不完蛋了吗 所以说每个人 我觉得都狭爱 我承认我也狭爱 我从来说 不要用我的双眼 遮到你的眼睛 所以说 但是我能把我看到的 我思考的来分享给大家 我能看到的实实在在的 现实是什么 我来分享给大家 可能我说的这些话 别人有的人看到了 人家见多识广 人家在天际上看到的问题 他说你太狭隘了 我也认 对吧 但是我只是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而且我分享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吧 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真的 就存在的东西 像烙天那样的铁令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求职 我就在这个求职 你看现在确实每个行业 确实求职挺难的 我能看到 挺难的 但数字化下面的求职难吗 机会多啊 机会多呀 知道吧 现在机会很多很多呀 你看我们那个 就这个周六 我们同学来 有同学来分享 他到美国去嘛 在讲美国工资高嘛 拿到两个呢 拿个两个澳湖 两个公司抢他呀 公司抢 周六 大家可能 同学分享完之后 我们也会采写采写放到外面的 有这个channel上 让大家去 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让大家真正抓住 抓住真实 抓住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机会很多很多呀 你在这里面 做这个速度化转型的 这个各种人才 咨询顾问 商业系统分析师 定制化的软件工程师 这样的职位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呀 而且是我们的市场 是求职方市场 而且信州待遇真的高 他比你传统意义上的 ID值得要高多了 这是我可以肯定给大家这样说 这是我对外的讲座嘛 对不对 我对内对外 一样的 我跟你们这样说 跟谁这样的 都是这样说 因为我是立足于事实求是 事实的基础上的 了解吧 但是我也欢迎大家 如果你们看到 有问题提出来 是吧 我们来大一 解惑大一 对不对 来讨论 来分享 是吧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数字化 大家 数字化 短型 大家一定要在脑海里形成 Digital Translation 我们现在是个数字化时代 那么围绕着数字化 开展的各种职位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你比如数字化 转型的咨询顾问 数字化实时的咨询顾问 和商业系统分析师 基于数字化的 定制化的软件工程师 或者基于数字化 体系的产品经理 或者基于数字化下面的 基于数字化下面的 项目经理 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数字化 云计算大数据 容金智能作为它的背景 那这个体系 就是数字化的体系 非常简单 它有这种算子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 等会儿我来 那职位 我现在就把这个 薪酬带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比如 我给大家数字化 数字化 那现在数字化产品 有 有微软的Dynamic 365 Power Platform 对吧 OB 365 都是数字化体系 还有这个 比如这个Salesforce 它也是一家数字化 它就Salesforce提供的 肯定是数字化 你在它上面搭建的 SAM体系 肯定是数字化体系 那么还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你比如这个Oracle 它也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产品 了解吧 包括Marketing 包括销售服务 等等 那么SAP现在也像 SAP它以前是传统化了 它现在也想在云端 它现在慢慢有所起色 因为它也走向云端 它也想实现数字化 但是在这个进程中 它落下来了 但是它也 因为Salesforce SAP它的借务预期大 所以它也能夺回一点失利 那么在这个题下 我就给大家讲 就是薪酬待遇吧 我就说几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手中美国 美国在这个体系下面 就是我们就说 这个微软的Dynamic 365 Power Platform 这个体系下面的 相关的专业的人才 薪酬待遇 第一个职位 第一个职位 13万到15万USD 我说的Permint的Job 正式的impuny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做参考 13万到15万 第一个 我说的是保守的 现在非常正常 因为我们同学就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非常保守的 因为我是最一线 这个没有什么 那么你要在加拿大 12万5 左右 就是第一个薪酬 12万5左右 12万5左右 那么你在澳洲 13万到15万 在澳洲也是 在澳洲是13万到15万 那么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 12万到13万 在这个任职内 就是我们同学 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 而且通常我说的是 我一般会偏于保守一些 其实有时候我们同学 会来给我来校正一下 到老师 现在已经薪酬又上去了 又上了多少 因为一般我来给大家说的时候 我不想给大家一个 把大家拉伸的过度 对不对 我只是在基于真实的场景下 稍微保守一些 想稍微往下放一些 是这样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觉得 觉得这个薪酬怎么样呢 如果是你做定制化的开发 基于这个体系下的定制化的软件工程 会更高一些 会更高一些 求职的历程会更快一些 那这就跟刚才 我下面谈到的这个主题 CIS开发和马农咋办 这是我今天最后的话题了 咋办 CIS 我现在遇到太多太多 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CIS专业毕业的 都是那么顶级名校 你比如我在网上看 是伯克利吧 还是那个学校的 那个一个人说 那个很有意思 现在人就可以随便说话 他说这个伯克利 反正我只是看他那个小红书 如果那个数量数字不准确 因为我看了一段 可能他说是大概一年是500还是1000人 就招生 现在大多数都找不到工作 伯克利 然后他那个博主 他就说是因为人工智能 已经把这个CIS 这个替代掉了 哎呀 大家上面你看那个博主 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闪光的经历 什么这个创意者 那个创意者 那个创意者 我说怎么 现在已经就把这个CIS 把这个软件工程师都替代掉了 因为现在已经替代掉了 所以现在毕业生早报工作了 这是偷渡了一个谬路 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这是荒谬的 现在没有人敢说 现在人工智能能替代CIS 而且我觉得在我看 我以后也会说一个视频 真的能替代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相信我 我就上次我也说到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今年 大家可以去今年去查一下 就现在 查一下你那种微软谷歌 Facebook那几个大厂 他现在的人数 你到明年的时候再查一下 你看明年的人数是多少 如果增长了许多 那很说明问题 对不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一定是增长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软件开发的人数还在增长 根本不像有些人 所以说老是这样的声音 我的声音太有限了 那这样的声音 你想想 每个人都这样说 每个人都这样认知了 来分享他的认知 或者再来 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做那个博主而博主 我不是博主 有人说你是博主 我不是博主 我也不是YouTuber 我都实在的分享 我不是副那个当什么博主 当什么YouTuber去的 要是不是为了这个IT 为了那个什么 我才不去什么 说一个视频的 对不对 我没有那必要 对吧 我就说我没有那样的那个经历 所以我既不是博主 也不是YouTuber 我就实实在在的给大家讲 我是来分享我的专业 我的经历 我的技术 来给大家来交流沟通的 那么像这样一个人 我当时就看了我的老天 你怎么想的 现在这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人工智能出来 把你替代掉了 是你稍微有点脑子 你想你都是谬误嘛 对不对 他很资深 你怎么能说出来 你都能说出来 自己都信了 对吧 所以说我就说是这样的 那么开发 开发现在我们说 求是遇到那些挑战 一个是呢 我们说前面的这个裁员风啊 裁员下面很多人 裁员这个 我也给大家说过视频 我是查数据的啊 你比如微软涨了40%多 就是疫情期间啊 谷歌 微软 亚马逊都涨了40%多呀 就他们的这个软件工程师 就在这疫情的这种三四年 招聘人数涨了这么多 那你想想 这么多的人 他都是不是有大量的荣誉啊 他经过这一轮的这种 调整裁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呀 非常正常的呀 那现在确实 你想很多人下到这个 在这个职场上求职 那么新毕业生 你下来是不是 真的在这个过程中 而且企业还在调整 那自然这个求职历程 就很艰难嘛 真的我看到一些 这个同学们找不到工作 很焦虑啊 他们的父母比他还焦虑呢 对吧 经常还联系我 该咋办呢 焦虑对不对 那我给大家讲个这个 就是大家可以相信 我就说你毕竟查一下明年 你看的人数一定会增长 就是CS以后还是主标 对吧 而且是最值得 就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是最值得诚实的专业 即使现在的高中生 你要是学习 没有别的一个选择 这个专业是最值得选择的 就是计算机相关的领域 还有一个 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不管这个人工智能 到底它这个 坍塌到什么程度 冷却到什么程度 但是它让整个的这个 IT生态 科技生态 越来越丰富了 所以说它需要大量 更多的软件工程师 还有一个 我跟你说 大家软件工程师 有一个现象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你可以思考一下 软件工程师这样的 你要是看很多大厂 它的这个软件工程师的 这个就是带宽 就是这个工作量并不饱和 极度不饱和 它叫类子化 就是你一个大厂里面 那个软件工程师 你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对不对 组成了这两个公司 但是你缺一不可 很有意思 你在这个软件 软件这个行业 你缺不了它 它就是一个螺丝钉 就像一个大的机器一样 那个螺丝钉 你就缺不了 对不对 你就缺不了那个螺丝钉 你再缺几个螺丝钉 这个机器就不健全了 就可能出故障 那么这个大厂一样的 因为我在这个IT领域 一直在做嘛 在微软的时候 我管好几个团队 对不对 在有些阶段 比如在上线期间 他们会非常的忙 但是大多数时间 不那么饱和 我的 我那个就是 Share Bank 就是我有个团队 他们下面一个architect 他就跟我说 有时候我说 你那个饱和度 他说 他跟我说什么 一周能写 就是说他下面的 deviliper 一周能写 他们几十行扣子 就不错了 知道吧 所以说 就是软件工程师 他是这样一个职位特性 你离不了他 那你说是不是 你能让他非常饱和 他的工作 是不是能被别人替代掉 替代不掉 他是一种地图化 大家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 到时候我在思考一下 到时候怎么来跟大家描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软件工程师的离子化 你离不了他 他就是一个螺丝钉 你离不了他 他就起一个螺丝钉的工作 你让他其他做的 他不用去起 他就起一个螺丝钉工作 但你离不了他 而这样的大厂 随着他发展发展 他需要更多的这种螺丝钉 所以他会招进更多的人才进来 那你要是把他 让这种软件工程师传统的拿出来 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一般的职业比 还真的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所以说我说这个软件工程师会越来越多 这是肯定的 因为现在这个生态越来越复杂了 会越来越多 其实我在看过一个统计 就是现在大概全球有2000多万吧 我记不清了 大概是2000多万现有的软件 软件开发的成绩者 到2030年吧 大概要3500万这样的这种开发的成绩者 你想想就2000万的这种开发的成绩者 跟现在我们说裁员下来了 我今天才看就是前一段裁员吧 前年一年多整个下来大概13万人 13万人跟这个全球的2000万比起来 可以忽略 但是这样吧 就是我们说这个裁员裁员 而现在软件工程师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 这是肯定的 好了 但是 但是我们说软件工程师 就是以后的软件工程师 他不是单纯的编程序 就不是单纯的写扣的 不是这样的 那个软件工程师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软件工程师 就是开发早稿工作 如果你是做前端的 你是用就是玩一些语言的 就是玩一些语言的 然后一些就是那种应用层面的 是吧 那种可替代性极强的 这样的那个工作 在现在求职打人有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我们做软件开发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工作 可替代性强不强 有两种情况下 可替代性很难 一个是你在拿场的这种工作经验 因为都是那种软件工程 那种体系性的这种工作的模式 对不对 那他们的这种 他的背景你能替代吗 替代不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体系 就是你要从事的方向 可替代性极弱 要很少很难被替代掉 单纯的 大家 我说是软件开发 单纯的你去某一个语言 加瓦 C-Sharp C-Plus 或者是基于前端的那种开发 你可以设想一下 你做这份工作 可替代性强不强 极强 那么如果是极强 那你在这个环境下面 你求的这个竞争力就 竞争的对手就极多 在这个时代 职位少 求职的人又多 你就很难找个工作 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这就是这个软件开发造成 我们说这个情况下 一直会延续下去 它有个恢复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说你等个半年 等个一年 我们对个体来说 我们很痛苦 对不对 而且这半年一年 我们的这个职业 断半年一年 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 对吗 大家 这是一个是 就是我们说 你的可替代性 那一个是 你需要有背景 我很多朋友是没有背景 你需要在微软 这种背景无法替代 对不对 还有一个 你做开发 做哪些方面的开发 传统意义上 刚才我说的那种 基于程序的开发 真的 你的这个可替代性 太强了 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做定制化软件开发 你没有什么可替代性 因为在这个体系下面 生态体系和业务体系 都在里面 你的可替代性很弱 你的竞争对手很少 没有可替代性 所以这就是 我就说 对这个 今天时间到 我就简短说了 对于CS CS的去看一下 这个定制化的 基于数字化体系 我刚才谈到 都是数字化体系下面的 开发软件工程式 你的竞争力极强 因为在这个体系下面 不是说 你对那个code 玩的有多么熟练 其实现在的很多code 是可以从 不用用copilot来实施 以前微软的这个SDK 它就给你产生了很多 这种 我们叫Skeleton 叫骷髅 它已经给你产生了 很多code了 对不对 已经给你产生了很多code了 所以用copilot 就Github copilot产生了code 一点都不稀奇 那么这些东西 像这种基于 这种单纯的coding 你想想别人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的可替代性 很强 你就没有竞争力 你只有 comprehensive 基于数字化体系下面的 定制化的软件工程师 这样的职位 同样是开发师 软件工程师 你的可替代性很弱 因为你要深入下 要了解生态 要了解框架 你可能还要有相应的业务能力呢 所以这个可替代性很弱 而且从业的人很少 他扛不进去 你做一个软件 一般的一个开发 一般的一个 基于语言类的开发 你跨到那个领域很难 你没有人引领 扛不进去的 这种man side的 所以方式都不一样 知道吧 所以说 这是我想今天给大家说清楚 至少给大家一个影子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想做这个 如果是做这个 就是我们说定制化的 数字化下面的这种开发 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薪酬 但是这个开发做什么呢 做定制化的实现 做集成开发 做数据迁移 一般是做这几大类吧 然后Leverage这个Azure平台 对吧 薪酬待遇其实是最高的 我们一般呢 做这方面的开发 同学们喜欢用这个 喜欢做contract 一般的话 一般的正常是百刀以上 每小时 通常的稍微高一点 120 最高的到160 每小时 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体系下 而且求职非常非常快 因为根本就找不到人 市场没有人 而且就要高端的多 是吧 你的竞争力极强 而市场没有人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我就说呀 在这个时代 我想今天给大家说 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 这种要紧跟时代的迈步 要抓住这个时代的这种机会 对吧 数字化 当然了 你说人工智能吧 人工智能其实 不是你自己能抓住的 我觉得 你在一个大厂里面 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自然就可以做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吧 做人工智能最主要的生产力 就是软件工程师 说实话 搞那种算法的呀 那种研究的 读书的 那种实现很少 对吧 主要还是靠软件工程师来实现的 你如果有这样的机遇 你就做软件工程师 软件的开发 你看那天 刘老师来在展示 我就问他了 他大概有50多人嘛 他的团队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是做这个 人工智能开发的嘛 对不对 其实做这种 设计 做这种paper研究的等等 只是极少数的 主要还是软件工程师 那么现在因为 你看即使AI 它也泡沫在破灭了 即使你以前做AI相关的 它现在也在破灭 作为软件开发 它现在也在破灭 所以说这个 要做就做速度化体系下面的 定制化的软件工程师 如果你做CS的话 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我今天我想 也没有时间来回答 线上朋友们的问题了 这就是今天我讲的主题吧 这个非常感谢 大家的参与 今天反正我就放开 给大家说了说 大家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联系过 可以我在这上面 这上面还有我的这个微信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 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来谈 什么问题 如果我说的这个不认同 我们也可以讨论 我非常喜欢大家来说 哎呀我不认同你 然后呢 我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也能提升我们的认知啊 好 这就是今天 我给大家讲的主题啊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看